我们今天要继续把弥迦书看完了 弥迦书总共有七章 上次我们已经读了四章半 今天我们要把剩下的部分读完 但是,在开始读的时候 我们要先再复习一下前面的部分 因为,小先知书有时候读来读去 好像就是以色列人犯罪,神要审判 未来又有应许 所以,我们还是要review一下 不然的话,常常会忘记 这一卷跟另外一卷会混在一起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PowerPoint 这个图,我们每次都会看一下 让大家印象深刻 我们现在读小先知书 就是读这些小先知,就是蓝色的这些部分 今天我们读的是尼迦,就下面红的那个 我们已经读过的是约尔,对不对? 约尔的特色是什么? 约尔,他是五旬节的先知 因为他预言到将来圣灵的降临 这个是约尔的特色 约尔就是像泥泥微尘传福音的 他是被大鱼吞了 接下来这四个先知,就是一组 这个是黄金诗人主 阿摩斯、荷西亚、以赛亚跟明迦 阿摩斯跟荷西亚主要是针对北国发预言 阿摩斯是一个牧人 荷西亚是神吩咐他娶一个名妇 阿摩斯的信息比较偏重神的公义 阿摩斯的信息比较偏重神的怜悯跟慈爱 以赛亚跟弥迦,主要是针对南国发预言 以赛亚是大先知 所以,他的先知书很长 有66章,我们以后再讲 我们来看弥迦 弥迦,弥迦有人说是小型的以赛亚书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地方相当类似 所以,弥迦是在主前第八世纪 就是700多年的时候 他是历经三个王 第一个是约坦,第二个是亚哈斯 亚哈斯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是一个很坏的王 最后是停在西西加王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弥迦那时候的背景 弥迦书,他的结构 第一章、第二章可以算是一个段落 从要听开始,第一章有讲到说 第一章、第二章 万民啊,你们都要听 所以,这个段落是从要听来listen开始 然后,接下来讲到 以色列人罪跟神要降下的惩罚是什么 第二章也是讲到罪跟惩罚是什么 最后,是停在应许上面 345、3章是一个段落 也是从要听开始,第三章第一节 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你们要听 所以,这又是开始一个新的段落 接下来,又是提到 先提到以色列人罪跟神要降下的惩罚 然后,这个大段落中应许比较长 第四章、第五章 都讲到神在末后所要指向的应许 然后,最后两章 第六章跟第七章 今天我们要读的,一开始是什么? 当听,也是listen 这个是第六章的第一节 以色列人当听耶和华的话 接下来,又是讲到以色列人的罪跟神要降下的惩罚 第七章也是,前半是讲到罪跟罚 后半是讲到神的应许,将来的应许 所以,这三个大段落 都是从要听、当听开始 然后,中间是讲到罪跟惩罚 最后,都是停在神的应许上面 第一章,这个罪是什么? 第一章里面,提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罪 留大人的罪,就是拜偶像 神给他们的惩罚,就是他们要被掳 第二章的罪是什么? 讲到他们欺压人,欺压平函人 欺压那些妇人、孩子 神要施下的惩罚,是要毁灭他们 应许,神应许他们将要归回 他们虽然被掳,但是会归回的 第三章,讲到这个罪 他们罪是什么? 他们针对他们的首领,他们的祭司 还有先知的罪 首领是怎么样? 首领为了贿赂而行审判 祭司为了顾驾而施训悔 先知为了赢钱而行占卜 这是他们的罪 所以,他们的高层都犯罪 神要降下的审判 就是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堆 要成为一片废墟 这个预言后来在耶利米书里面,也被引用到 第四章里面,神就有一个宝贵的应许 就应许在以圣亚书第二章也同样提到 讲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垫了山 以坚力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我们讲到这个山是代表什么? 山是代表国度跟政权 所以讲到,在末后的日子,神的国度、神的政权 会高过一切的政权,高过一切的国度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然后,神的训会会出于西安 祂的言语会出于耶路撒冷 天下会太平,国与国之间就没有征战了 所以,这个是什么时候会应验? 在千禧年的时候 千禧年的时候会应验 神会被招聚那些瘸腿的,被赶出去的 还有被神惩住的 这些神会把他们招聚在一起,归神来管理 这个是在千禧年的时候会应验 接下来第五章,第五章的应许是什么? 第五章的应许分作两方面 第一方面,前面五节就讲到弥赛亚的应许 弥迦苏是旧约圣经里面唯一一卷书 有提到弥赛亚是要从哪里出来的? 从哪里? 伯利恒 所以,弥赛亚会在伯利恒出生 这是弥迦苏的一个特色,只有他提到 另外,他接着讲到,这位以色列掌权者 后来会怎么样? 后面,第五章的后半是讲到渔民 渔民就是余圣的民 前面,弥赛亚出现了 但是,后面还有渔民 渔民他们将来是怎么样? 渔民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 就讲到那些被掳归回 本来是被掳到外邦去的 但是后来,神又把一小群人带回以色列地 这个叫做渔民 这个就以色列来讲,就是渔民 但是在末后的日子,它有其他的含义 像今天,我们这些在主里面 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了 这些人也是在属灵上,是属于渔民 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章是 第六章是罪跟罚是讲什么?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他的罪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强暴、谎言 还有拜偶像 然后,惩罚就是要成为一片荒原 就是第六章 第七章里面讲到罪 这个时候到了一个地步 他说,世间已经找不到证实人了 没有一个好人了 然后,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 这是第七章 最后一个应许就是复兴 神会释下复兴 这是弥加苏的法纲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五章 我们上次就是读到第五章 说,弥赛亚会从伯利恒出来 然后到第五节 第五节说,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 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 在以赛亚书第九章里有说 我们这位基督是什么? 他名称为奇妙测士 全能的神,涌在的父和平的君 所以,我们的主是和平的君王 Dreams of Peace 主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有跟门徒说 我现在要离开了 我留下一样东西给你们 什么东西?就是祂的平安 祂会把祂的平安留给我们 就是说,平安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能够试的 所以,主会试下平安 所以,我们信主之后,祂会试下平安给我们 但是,这里更宝贵的一点就是说 祂不仅会试下平安 而且,根本祂自己就是我们的平安 祂试下平安跟祂试我们的平安有什么差别? 祂试下平安,就把平安这个礼物试给我们 祂试我们的平安呢? 祂自己就是平安 祂试我们的平安 我们怎么样能够来领受这样的平安呢? 我们就接受祂,我们就跟祂相交 我们就是让祂在我们里面掌权 这时候,祂的平安就是成为我们的平安 所以,平安不是主以外的东西 主自己要成为我们的平安 这是更宝贵的 所以,主是我们的智慧 主是我们的公义 主是我们的救赎 主是我们的生命 祂是我们的道路 祂是我们的真理 祂也是我们的平安 所以,今天我们得着基督,就得着一切 接下来我们来看,从第5节的后半开始 第5章第5节的后半 从这边开始,是另外一个段落 这边也是讲到神的应许 但是,是讲到于您的部分 第5章的后半 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 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 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禄地的关口 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 他必拯救我们 亚述人进到以色列地来 进到犹大地来攻击 这个当然是好几次 这个没问题 这些犹大人,他们就立起牧者首领来攻击他 其实,在历史上 以色列人没有打赢过亚述人 除了那一次是借着天使拯救他们之外 所以,这个事情 不要说,他们没有兴起七个八个首领牧者来攻击亚述 根本也没有进到亚述地去攻打他们,去得胜他们 这个在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 所以,这段预言,如果说从历史上来讲的话 应该说还没有真正的应验 我们要怎么样解释呢? 因为这段预言是放在弥赛亚的预言的后面 他说,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 接下来就讲到说 当亚述人进入我们地境的时候,会怎么样 所以,后面这段预言,应该是讲到说 当基督来了之后,所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第五节的后半一直到末了 这段,我觉得应该是从用灵异来解会比较好解 当然,将来,未来会不会发生 就是这个,在字面上所发生的事情 也是有可能 因为圣经上面的预言 常常是有几重方面的应验 有短期的,有长期的,远期的 也有在地上的应验 还有在灵界里面的应验 这里,我们先用属灵的含义来解释这段话 我们看到有怎么个解释法 我们看到PowerPoint 它说,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灵入地的关口 我们先看,这七个牧者跟八个首领是谁 应该是讲到说,这些余圣之民里面的首领 余圣之民,我们等一下解释余圣之民好了 这些人,他们会用刀剑来毁坏亚述地和灵入地的关口 关口的原文是Gate意思 Gate就是门 城门 宁禄地在哪?宁禄地也在亚述地 因为亚述这个地方,最早的Founder 这个创立的人,就叫做宁禄 那是在创世纪第10章里面有讲到 宁禄在优哈纳底和两河流域之间 他建造了好几座城 亚述、巴比伦、巴别 都是他当时开始盖的 所以,宁禄地就可以说 就是当初的亚述巴比伦这块地方 这个地方,他们的关口会被毁坏 刀剑毁坏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到这个Gate 其实我们可以回顾当时神给亚伯拉罕应许 亚伯拉罕那时候得到应许 那时候他献以撒之后 神就说这么一段话 他说:"论福,我必施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心,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已听从了我的话。 上面弥加苏的这段预言,其实是应验的 《创世纪》22章里面的这一段话 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在弥加苏里面的亚述 这算是以色列人的仇敌。 但是,他说有一天,亚述地跟宁禄地的城门Gate 会被他们攻下来,会被他们得着。 所以,这个就是应验了《创世纪》这段话。 《创世纪》这段话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是讲到谁? 他说,这子孙就是从天上的心跟海边的沙。 天上的心是讲到亚伯拉罕的两批子孙, 天上的心是讲到他属灵的子孙,就是教会。 海边的沙,就讲到亚伯拉罕地上的子孙, 肉身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 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上的。 亚伯拉罕有这两批后裔,属灵的后裔跟肉身的后裔 这两批后裔都会得着仇敌的城门 所以,肉身的后裔会得着地上的城门 属灵的后裔会得着属灵界的城门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会得着敌国的城门 教会会得着阴间的门 阴间的门,在主耶稣对彼得说过一段话 在白太福音16章18节有说过 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原文是做门。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 所以,教会会得着阴间的门。 所以,得着阴间的门,就会胜过仇敌,胜过撒旦。 所以,上面这段话,他们必用刀线 毁坏亚述地跟银路地的关口。 我们用属灵的角度、属灵的观点来看这段话的话 就是说,今天教会会得着仇敌的城门。 这里他说,我们先看后面这段 我们就会知道,前面这个七个牧者,八个首领 到底讲什么? 第七节开始,他说 他说:"雅各余胜的人,必在多国的名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 又如甘陵降在草上,呼葬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 然后,接下来说 雅各余胜的人,必在多国多名中,如临间百兽中的狮子。 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 他若经过,就必见他撕裂,无人搭救。 这里有提到,雅各余胜的人,他的两个特征 将来会发生的两方面的事情。 先看,什么叫做雅各余胜的人呢? 这个英文叫做The Remnant 就是渔民,剩下的人。 这些人就是被卤之后,归回的那些人。 那些人是少数。 但是,一大堆人都已经好像消失了, 失散在被卤到那个地方去。 但是有一小群人,神会把他带回来。 这个叫做The Remnant,余胜的人。 余胜的人,用在当时历史上是那群人没有错。 但是,实际上它有更深的含义。 它这个是预表什么? 预表从这个世界出来,却仍然在世界上能面得得胜者。 这跟我们就有关系了。 如果你讲到说,以色列人被鲁归回, 那个是多少以前的事情? 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了。 但是,它预表的含义,跟我们就有关系了。 这些人是从巴比伦出来的。 所以,他们是从这个世界出来的。 但是,这里又说,他们必在多国的民中。 你不是已经从那边出来了吗? 为什么这些余胜的人还在多国的民中呢?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 这些人是从巴比伦出来的, 但是,他们仍然在这个世界。 我们今天是不是从世界出来? 我们是从撒旦所控制的世界的体系里面出来了。 但是,我们是不是还在世界里? 我们还在物质的这个世界里。 主耶稣说,他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他还是让我们留在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 有神给我们的使命跟托付。 所以,这些余胜的人是从世界出来, 却仍然在世界上面的这些得胜者。 讲到是得胜者。 因为他们没有被这个世界吸引, 他们没有留在巴比伦,在那边好像很安逸。 他们里面得到了神的呼召, 他们就是要回到他们列祖所在的那个地方去。 在那边干什么呢? 要重建圣殿,要重建圣城。 神在那边有给他们的一个呼召。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 我们现在听到神给我们的呼召, 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但是在这个地上,我们有我们的使命。 在这个地上的使命是什么呢? 它说是有两方面的特征。 第一个,他们如同耶和华那里降下来的露水, 又如甘霖,露水是第五,就是露珠。 甘霖是雨水,降在草上。 这些都是什么?带下祝福的。 但是这些人,他们不障碍人力, 也不等候世人之功。 所以这里是讲到,这些渔民第一方面, 他是连于神,他们彰显神。 这就是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你的后裔怎么样? 地上的万国都会因你的后裔得蒙福。 所以,这些渔民所在的地方,他们会带下祝福。 为什么会带下祝福呢?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乃是因为他们是依赖神,他们等候神。 所以,他们是跟神相连的。 所以,他们身上就可以彰显神。 一个人跟神相连,他就可以彰显神。 他就可以,你看,成为一个露水, 成为甘霖将在草上, 成为他们所在的地方的祝福。 所以,把神的恩典散播出来,流露出来。 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渔民又像狮子。 这讲到说,他们为神掌权,然后可以得着仇敌的成门。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就是你的后裔。 第一个,地上万国会因他的门福。 还有,他会得着仇敌的成门。 所以,这是两方面。 在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 他创造人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 他说,他给人两个方面的使命。 第一个,是要向神。 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跟样式来造人。 所以,人第一个就是要彰显神的形象。 第二个,叫他们管理一切地上所有的。 所以,第二个方面,人被造的使命, 就是要为神掌权。 所以,在这里,雅各余圣的人,这些移民, 这些得胜者,他们在这个地上,就是要来彰显神, 还有为神掌权。 所以,这两段话,我们看到, 所以,这两段话就讲到说, 我们这些末世的,这些基督徒, 神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一个使命。 向着人,我们要成为露水,成为甘泥。 但向着仇敌撒但,我们像狮子, 狮子,胜过仇敌。 接下来,他说,第九节, 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 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 这个是因为我们为神掌权, 在这地上执掌王权,胜过仇敌。 第十节到第四五节, 第十节开始,明家书五章第十节。 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 毁坏车辆,也必从你国中除灭成义, 拆毁一切的保障,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 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 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 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 我也必从你中间拔出墨,又毁坏你的诚意。 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 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 当以色列的那些渔民, 以色列的渔民从巴比伦离开, 从贝鲁之地回来之后, 他们回到他们的迦南地之后, 他们就没有再拜过偶像。 神已经从他们的心里面, 拜偶像的根,好像是连根拔起, 完全都断除,都除灭了。 所以神那时候, 就是做了一个很深的属灵的外科手术。 今天一样, 今天有这批属灵的这些渔民、这些得胜者, 神在我们当中也是, 为什么说这些是得胜者? 因为神在我们当中要除灭那些偶像, 把那些偶像都除掉。 还有,他说要减除马匹,毁坏车辆。 马匹跟车辆有什么不好? 但圣经里面说,神不喜欢什么? 马的力大,人的腿快。 神不喜欢我们依靠这些东西。 所以,把我们所依靠的那些可以夸耀的东西, 神要把它减除。 还有,除面诚意,还有一切的保障。 诚意跟保障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因着这些,我们只有很深的安全感。 神要把这些安全感也要除掉, 让我们的安全感,单单在神那边。 一个得胜者,他不会因为别的东西,带给他安全感。 他的安全感,单单在神那边。 他会除掉邪术,不再有脏土的。 他们为着前途,为着未来,他不去求问别人, 他只求问神。 除灭雕刻的偶像跟住相。 不再跪拜那些,自己所所造的。 所以,偶像在得胜者里面,完全清楚的干干净。 把它出没,还有毁灭你的诚意。 这个诚意是讲到说,拜偶像的那些地方。 所以,有些东西,拜偶像我们知道不好。 但是,马匹有什么不好? 保障有什么不好吗? 这些让我们里面骄傲,让我们不依靠神的东西,神都要除掉。 所以,神后来为什么能够得着雅各,让雅各成为,变成以色列亚? 关键点是什么时候? 大腿窩被摸了一把。 大腿窩被天使摸了一把,在秘露依赖的地方。 雅各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人,有很多自己的点子,本事。 但是,他最强的那一点,大腿窩,被天使摸了一下之后,就瘸了。 瘸了之后,你不知道,这样不是很难看吗? 走路一搏一搏的。 当你有一些,让你可以治好的东西被拿掉的时候, 你会变得好像很难看。 但是,就是从那天开始,他的名字被改成以色列。 然后那个地方叫做,他说,当日头生起来的时候, 当日头生起来的时候,他被摸了一把之后,日头就生起来了。 这个在什么地方? 上司记的32章,他说到32章31节的时候,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毕如意乐,他的大腿瘸了。 大腿瘸的时候,那时候日头就生起来了。 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光就来到了。 当我们自己所倚靠的那个力量,被神摸过之后, 我们这个人被神破碎之后,那个日头就生起来了。 那个地方叫做毕如意乐。毕如意乐什么意思? 神的面。 在那个地方,我遇见神。 所以,这是雅各一生当中一个关键点, 就跟保罗在大马社被神的光照一下一样。 雅各就在毕如意乐那个地方,遇见神,被他摸了一下。 就摸了一下,大腿瘸的金就没了。 所以,他终其一生,走路都是瘸腿的。 以前走路都有风的,现在走路都瘸腿了。 被神破碎过了,就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这是32章的事情。 到35章,他就说,叫他的家属 全部要把外邦的那些偶像都要除掉。 所以,32章,他得是除掉他的马匹跟车辆,拆毁他的保障。 到了35章,就除掉雕刻的偶像跟住相,把他除磨。 所以,你依靠的被除掉之后, 后面你其他隐藏的那些偶像,神也一一的把他对付掉。 所以,他就可以成为跟之前生命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雅各后面的生命是多么的柔软, 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成为神手中的器女,被神所用。 保罗也是一样,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 对不对?有一根刺。 他如果想说,没有这根刺的话,多好啊? 我可以为神做多少事情啊? 但是,神就是加给他那根刺,让他不能自夸。 结果怎么样呢? 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干强了。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面,就显得完全。 所以,从10节到15节这边,就讲到,神在这些得胜者身上的工作。 他把他身上那些最可以夸耀的,最可以依靠的, 还有一些隐藏的东西,全部都拆毁。 全部都拆毁。 这个是,这叫做渔民,the remnant。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大段落,到第五章。 然后,接下来就进到第六章。 第六章就是第三个大段落。 以色列人当听,这边又要听了。 这时候他说,要听耶和华的话,怎么样呢? 要起来向三领争辩,使刚明听你的话。 三领而地,永久的根基,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 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 神好像有满腹的委屈,要跟他的百姓争辩。 为什么这样子呢?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第三节,我的百姓,我向你做了什么呢? 我在什么世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向我证明。 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 我也拆遣摩西亚人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 神说,我到底什么地方亏待你?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去寻找偶像? 这个话,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别的地方也提到过。 在耶利米书第二章,他这么说,这个报本上面有。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主见我有什么不义? 竟远离我。 谁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 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 沙漠有深耕之地,而干和实义,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 耶和华在哪里呢?" 人都好像神消失了不见了,没有人在乎。 没有人理神,神到哪里去了? 没有人在乎。 神非常的优越。 然后,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 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 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 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 他说,到底神有什么不义呢? 他们会不却远离他呢? 他说:"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岸去查看。 基提就是塞浦路斯。 然后,打发人亡,基达。 基达在东边,是沙漠那边。 去留心查考,看成有这样的事没有。 其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 其实这不是神。 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 他说:"真的是,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 居然有一个国家把他的神名给换了。 但是以色列人居然把自己的荣耀换成无义的神。 所以,神跟他们争辩。 我们会过来看弥加书第6章第5节 我的百姓,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谋, 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 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 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 巴勒、巴兰 我们看这个PowerPoint 左边这个是巴勒 摩亚王 右边这个是巴兰 术士 他会咒诅的 他咒诅很有能力 所以,巴勒找他来咒诅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在哪里?在右边下面 以色列人那时候出埃及了,然后经过40年 现在,终于神兴起新的一代 他们接连的征服了约旦河东边的 亚摩利王、西红跟巴山王二 所以,他们势入破竹 现在真的是新的一代,神兴起他们了 现在要带领他们要进迦南 摩亚看到以色列人,满山遍野 真的是紧张,心焦如焚 最早是巴兰 巴兰很有能力,可以来咒诅以色列人 他被摧毁之力,就可以打败以色列人了 但是,巴兰来,他就要咒诅 他拿着巴勒的钱,就要咒诅 结果后来,神改了他的话 第一次,他说 神没有咒诅的,我也能咒诅 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也能怒骂 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 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名中 谁能俗连雅各的尘土 谁能弃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中而终 所以,当巴兰开始要做主的时候 神就改了他的话,就讲出这番话来 他说,神没有咒诅的,我也不能咒诅 所以,神就让他要开始祝福了 他说,哇,雅各这么多啊? 他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 哪一天,他也是成为这群人当中一群 一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那时候,是好得无比的 能够成为以色列人当中的 被神祝福的子民是多好 巴勒说,奇怪了,我叫你来咒诅 你怎么给他们祝福呢? 就让他换一个地方 也许换一个地方 神喜欢让你在那个地方祝福他们 第二次他要过去咒诅的时候 他又变成这样,他说 我奉命祝福,神也能赐福 此事我不能翻转 下一句他说 神未见雅各中有罪灭,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坚恶 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有欢呼我们的声音在他们中间 神没有看到以色列当中有罪恶 很奇怪,以前他们不是以色列犯罪犯很多吗? 但是他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师父有野牛之力 但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 所以,神没有看到他们当中有罪恶 所以,没有什么法术可以害他们的 所以,在巴南的话里面 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神的心目中是何等的宝贵 祂把他们当作心肝宝贝,抱在怀里 所以,这些人想要害他们 神说,门都没有 再换一个地方 巴南这样子,换了一个方子 他就背向了以色列人 结果,没想到神,好,让他继续祝福 他说,雅各,你的上墨何等华里? 以色列,你的上墨何等华里? 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摘的城墙树,如水边的香薄墨 神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充满了生命 他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必要振兴 他说,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 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 巴都说,那这不是讲我 我要来咒诅以色列人员,现在说愿我受咒诅 所以他很生气,骂巴南 巴南说,还有最后一句,还有最后一段 这一段,他就自己,这一段他不收钱了,免费奉上的,第四段 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 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战要心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视角,毁坏扰乱之子 所以第四段,巴南做的这个预言,是尼赛亚的预言 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希尔为产业 以色列必行事勇敢 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长大权 他要除灭城中的渔迷 这个渔迷不是我们刚刚讲的渔迷 这个讲的都是,他仇敌当中,剩下的那些人 所以,这个是巴南 神说,你们要追念 你们要追念那时候,他们那个巴南回答巴勒的话 所以,神要他们回去看看,巴南那时候说的什么话 所以,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 他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点的宝贵? 然后,神是怎么样的来保护他们? 神把那个咒诅变成祝福 然后,神在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心意? 他们要像是这个桶子里面流出水,还有滋润那些种子一样 他们的生命要成为万国的祝福 结果,你们却是怎么搞的,把这个神给换掉了? 他说,后来他说 你们也要追想,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 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 从石亭到吉甲 石亭,这个是约旦河 下面这个是沿海,就是石亥 然后,右边是石亭 石亭就是以色列人要征服迦南地 过约旦河之前最后的一战 他们在石亭聚集之后,就准备要过约旦河了 准备要攻打越南河西边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 但是在石亭这边,发生了少的事 他们拜火箱 为什么呢? 因为巴兰没有咒诅城 后来他就给巴勒出了一个建议 他说,没有办法咒诅他们 没有办法破坏他们,毁坏他们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他们自己犯罪 他们一旦犯罪,神就要起来击杀他们 所以,他们就引诱以色列人犯罪 所以,明书记25章这边说 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淫乱 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 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 所以,这个行淫是跟拜佛像是联合的 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就是佛像联合 耶和王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后来,以色列人中间的瘟疫就爆发 死了两万四千人 后来是因为有一个祭司,叫做贝尼哈 贝尼哈祭邪,他是起来杀了一个西缅的领袖 因为他跟一个米店的女子在那边行淫 他就一枪,把他们两个给刺穿了 所以,神说,贝尼哈以我的禁血为心 所以,他就要赐给他们平安的约 这个是讲到,虽然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是心肝宝贝 但是,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 神的公义的审判,也不离开他们 因为,神一方面是怜悯,但是一方面也是公义的 所以,要知道神公义的作为 接下来,这件事情之后 他们就开始准备要过河了 过河的时候,你看到这边过河 结果,神就让这个河分开,一直干 河就退到上面一个叫亚当神的地方 这时候,祭司就站在河中间 他们是脚一抬下去的时候,河就分开了 后来,站在河中间 以色列百姓就过了约旦河 等到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 到了吉甲这个地方安宁 这时候,水才又回来 所以,这个是从石亭到吉甲中间所发生的事情 中间发生以色列人犯罪 所以,神施行祂的审判,让他们得瘟疫 死了两万四千人 但这事情之后 后来,他们过了约旦河的时候 神让约旦河水分开 所以,他们在这当中,就看到神公义的作为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明家书6章6节 我朝见约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 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凡气呢? 约和华其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游和吗? 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 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 这个献长子,献儿女做祭物,把他用火烧了 这个是敬拜偶像的一种作为 你看PowerPoint 这个其实是亚哈斯王 那个时候,亚哈斯王就是这么做 这个在历代词下,28章2有说 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向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 不向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黎的像 并且在心嫩子骨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 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证的事 并在秋潭上、山岗上,各清脆树下献祭烧香 所以,这个是亚哈斯王所做的 以色列诸王当中,最恶劣的一个是亚哈斯 另外一个叫做马拉西 他们用火焚烧和你 神说,他所要的岂是这个吗? 神不是要这个 所以,第八节很经典 然后,世人 第二晚,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讲,神要什么呢? 第一个,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然后,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这里讲到两个方面 前面的行公义,跟好怜悯 这是针对谁?针对人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原文是,to walk humbly with your God 就是谦卑的与你的神同行 所以,后半这个是针对神 讲到跟人之间的关系,跟神的关系 跟人的关系要行公义,好怜悯 这刚好是神的两方面的属性 一方面是公义,一方面是怜悯 但是,神的百姓,需要在这方面要彰显神 但是,你怎么会有公义,怎么会有怜悯呢? 关键秘诀就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当你与神同行的时候 你才能够活出一个公义,还有怜悯的生活 所以,接下来第9节开始 后面又是讲到以色列人的不义 还有神所要向下的刑罚 耶和华上这臣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 当听,是谁派定行葬的惩罚? 恶人家中不人有非议之财和可恶的小生斗吗? 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鬼杖的网马,弃可算为清洁呢? 承你的父母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 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 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胜重 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 所以,他们的罪恶跟神的审判 第14节 你要吃,却吃不饱 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 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 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 英文是说,14节 You will eat, but not be satisfied 你吃,吃不饱 Your stomach will still be empty 你的肚子里面还是空的 You will store up, but save nothing 你会储存,但是却积攒不了什么东西 Because when you save, I will give to the sword 你所积攒的,我会把它交给刀剑 所以,意思类似 但是又不太一样 15节,你必撒走,却不得收割 踹橄榄,却不得有抹身 踹葡萄,却不得酒喝 做人且都做徐工了 因为你所暗立的恶归 行雅哈家一切所行的 顺从他们的计谋 暗立,暗立是雅哈的父亲 这是暗立王朝 暗立是,他的儿子、孙子一连串 是北国的时候,算是比较强盛的时候 但是,他们就是因为跟西顿王结亲 所以,娶了一个媳妇,叫做耶喜别 本来以色列就已经够坏了,拜金流毒 娶了耶喜别进来之后 耶喜别就要把他西顿那边的宗教信仰带进来 带进来,还不止如此 甚至于要除灭耶和华的信仰 但是,南国本来是跟北国是敌国互相打仗的 但是,到了约沙法王之后 就跟北国结亲 约沙法王是本来很好的王 跟北国一结亲之后,就坏了 就把北国的这个暗立的恶归 亚哈加的这些做法,就影响到南国了 以至于他这个媳妇,差点就把犹他国给灭了 他说,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痴笑 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 这个是神的审判会领导,就对了 第七章 挨栽,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 又像栽的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块可吃的 我心羡慕出手的五花果 他想要栽这个出手的五花果 但是却没有,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东西没有呢? 这个果子没有 这边是特别是讲到,钱财人没有了 正直人都没有了 第二节 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立取弟兄 所以,那时候整个国家的情势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那些义人几乎都已经消失了,找不到义人了 第三节 他们双手作恶,今王殉情面,承拌光腰贵落,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连结行恶 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金吉利巴 你守望者说,降伐的日子已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 英文是说,The day of your watchmen has come, the day God visits you. Now is the time of their confusion. 他意思是说,你守望者的日子来到了 就是神要来造访你了 神造访你不是很好,但是这个不是好的造访 这是审判的造访 他说,Now is the time of their confusion. 他们会感到困惑 谁会感到困惑?那些守望者 那些守望者本来是那些先知 结果他们都说,奇怪了 神不是要祝福的吗?怎么会是审判呢? 因为这些人都是假先知 第五节 不要依赖灵舍,不要信靠密友 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 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意思就是说 那时候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义人 甚至连你最亲近的人,你都不能相信 一个国家已经是堕落到这样的地步 败会到这样的地步 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 这段话,其实主耶稣也引用 在马太福音第十章,35到36节 但是,主耶稣引用这段话的时候 意思也不一样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家里人会起来逼迫你的信仰 但是,引用的就是这段话 这意思也是对的 就是说,义人在这种险恶的时代里面 险恶的时刻当中 你不能相信旁边的这些人 因为旁边的一些人,跟你是不同阵营的 第七节开始,后面开始就要一个新的转折了 第七节 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 我的神必应允我 要仰望神 虽然众人都走偏了 但是,这个先知弥迦他说,我要仰望神 但是,第八节他说 我的仇敌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走我的光 这个是弥迦先知说的话 但是,其实他是代表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是仇敌,不要向以色列人夸耀 以色列虽然跌倒,却要起来 以色列虽然坐在黑暗当中 但是,耶和华却要做以色列的光 这个是对民族来讲,这是对的 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说 这句话,也是在我们身上可以应用的 我们看这个PowerPoint 这个是天路立成 每次我读到明江苏这段话 我就一定想到天路立成的故事 这个天路,您看到这个是封面 后面那个人就叫做基督徒 身上背着一个很重的包袱 那个包袱是罪 他碰到有一个人,指示他说 他说,我到什么地方才可以得救 他就指示说,你要往那条路上去 那条路就是要通往哪里? 通往天城 所以他就是要走这条天路 然后他走到一个地方 他说,你往前走 然后那一条你会看到一个十字架 然后他就向那个十字架跑 一到十字架前面,他抬头一往十架 他背上那个包袱,碎的包袱就脱落了 然后脱落了,然后后来就走那条天路 中间发生很多事情 就讲到我们走天路过程当中 所谓经历到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本人约翰在监狱里面写的 本人约翰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但是他只读过,他就读过圣经 所以,天路地城这本书 里面到处都引用圣经 所以,很有恩高、很有利率的一本书 在古时候,在那个时代 成为仅次于圣经第二畅销的一本书 那时候,林肯从这里面也得到了很大的启示 中间有一张故事 就是天路克,叫基督徒 他碰到丑敌魔鬼,来攻击他 攻击他,就是说 那时候,魔王的调整机会,开始逼近基督徒 跟他扭成一团,把他狠狠地摔倒在地上 这一下,基督徒的剑从他手里飞了出去 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武器? 那些武器是他走天路过程当中,一关一关 很多地方,有个地方 人家给他这些属灵的军装 剑飞出去了 这时候,魔王就说 现在你可逃不出我的手掌了 手掌几乎把基督徒压死 以至于基督徒以为自己一定活不成 但是,反复出于天意 正当魔王要给他最后的一击 把这个好人解决掉的时候 基督徒敏捷地抓起,伸手抓起他的利剑 就一面说,我的仇敌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却要起来 明教书七章八节的这段话 说着他向对方狠狠地刺了一下 这时魔王像一个受到致命创伤的人那样,往后倒退 然后,基督徒看到这情况,就再刺一下说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说着的时候,魔王就树地地展开他的奴旗,逃之夭夭 基督徒就再也看不见他了 所以,基督徒那时候最绝望的时候 他怎么样能够得胜呢? 先告神的话 先告神的话,他那个宝剑就是神的话 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 所以,当他先告神的话,他抓住那把剑 刺出去的时候,用神的话来抵挡这个魔鬼 魔鬼就受到致命累积 那句话是什么? 我的仇敌,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夜华却做我的光 这是什么?在一个人最软弱、最失败、最无助的时候 这是一句非常惊人的一句信心的宣告 好像一切希望都没有了 好像所有的指望都决了之后 我依然可以这么说 虽然跌倒,确实要起来 为什么要起来? 因为耶和华会做我的光 所以,在信心里面宣告神的话,非常有能力 第九节 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 只等到他为我便去,为我伸冤 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段经文的实例跟写照 我们前面不久有读到约拿 约拿在鱼的肚腹里面 那时候,他也是失败、最软弱的时候 因为违背神,所以被神管教 甚至于被神弃绝了 被鱼吞吃了,在这个里面暗无天日 结果后来约拿他发出什么祷告? 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 大水环绕我,你的破烂红桃都漫过我身 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 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所以,在最黑暗,最没有光的时候 他里面还是要起来仰望神的圣殿 神不是在击打他吗? 神不是在,好像是惩罚他吗? 他说,我还是要抱住神 还是要仰望神的圣殿 约伯也这么说 约伯他说,他遂杀我,我仍要指望他 这个是约伯向着神的一个信心 所以后来,神对约伯的三个朋友说 你们三个没有用的医生 你们所讲的,都还不如约伯说了好 另外,参孙也是非常浪荡 浪荡的结果 到最后,被非利式人剃了他的头发 他的能力就失去了 失去之后,他们就挖了他眼睛 把他放在监牢里面,推磨 所以,参孙已经是一败涂地了 败在仇敌的手中,被关在监牢里面 然后,在推磨,做最羞耻的事情 因为推磨,本来小的磨是女人做的 大的磨是女子在推的 但是,他现在在监牢里面推磨 虽然在最绝望的时候 他最后还是向神发出一个祷告 他求告耶和王,他说 主耶和王,求你眷恋我 神啊,求你示我这一次的力量 使我在非利式人身上,抱那弯我双眼的仇 他照理说,他应该没有脸跟神祷告 但是,他依然拼到神的面前来 跟神做这样最后一个祷告 结果,神就垂听他祷告 让他就把柱子给他扳倒 结果,压死了在这个殿里面 所有那些非利式人,跟他的官长 死了三千多人 他说,他死的时候所杀的人 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杀的人,还要更多 后来在希伯兰书里面说 这个信心的伟人当中 参孙也是其中一个 那参孙的信心,展现在什么地方? 我相信在他最落魄潦倒的时候 向着神,依然有一个信心 他依然依靠神 他虽杀我,我仍要依靠他 然后,神也真是答应了他向着神这样的一个信心 他没有说 因为,现在神好像向我颜面 我现在就,那算吧 自暴自弃,没有 他还是转向神 最后彼得也是失败的很惨 三次否认主 但是主有曾经对他说过 西门,西门,撒但想要得着你们 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知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所以,西门也是一样 他虽然跌倒 但是,凭着信心,他要起来 耶和华作为他的光 所以,这个尼香书很宝贵的一段话 虽然是他在,现在以色列已经落到这样一个地步 但是,他说,我们向着神还是有这样的心情 虽然软弱,虽然失败 但是,还是要倚靠神 耶和华要做我的光 我要等到祂为我变去,为我伸冤 祂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祂的公义 那时候,丑力就要羞愧了 就是神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呢? 他一见到这世,就被羞愧遮盖 我必亲眼见到祂招报 祂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 所以,后面就是看到末后的荣耀的情况 11节 以色列日子必到,你的强缘必被重修 虽然现在都要被拆毁 但是,有一天要被重修 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 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 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 就讲到千禧年时候的情况 应验第四章1到29所说的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密,超乎诸山 高举过云万里,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然而这地,必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语 现在审判会来到,但是将来神会施下护心 所以,最后面他的祷告就是14节 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 用你的藏木放你独居的米,就是你产业的羊群 求你容它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石一样 加密山在以色列的西北 但这个加密的意思,本来是这个叫做花园的意思 但是,你如果按照它的意思来翻的话 你可以说,求耶和华在肥沃的草场上 在这个树林当中,用你的藏木放你独居的羊 所以,这个NIV版本,它是这样翻的 Shepherd your people with your stock, the flocks of your inheritance, which live by itself in a forest, in fertile pasture land 就是在肥沃的草场上面,求你来牧放你独居的羊 独居是什么意思? 独居就是不跟外邦混杂的意思 他们不跟外邦混杂 神把他们单独的,让他们保守他们的信仰的纯正 他说,求耶和他们在巴山和激烈地得食物,像古时候一样 巴山跟激烈地,是以色列当中,首先被掳的 首先被掳的 所以,当明加写这个明加书的时候 他们很可能已经被掳走了 所以他说,巴黄有一天,神让他的百姓重新被神牧养 而且得着巴山跟激烈地,在那边能够定居 像古时候一样 耶和华说,我要把骑士显给他们看 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 神会让他们第二次出埃及 这次从哪里出来? 不是从埃及,是从巴比伦 从巴比伦出来的时候,这也是第二次出埃及 神会嫌喜多的骑士 但是,列国看见这些事情,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 他们必用手乌口,连耳不听 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形的物 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迎战 他们必战去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 这些列国都会看到神的作为而战兢恐惧 这个当然是以色列人第二次,就从贝鲁归回的时候 众人就说,神为他们行了大事 但是这些事情可能到了千禧年 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更加的清楚的应验 18节到末了,这就是非常经典的 因为这个就是弥加书的结论 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 饶恕你产业之与您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 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 以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主的话 向雅各发城石,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这里也讲到神的属性 有何神向你,这就是弥加的意思 弥加就是有何神向神 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他讲到神,赦免罪孽,饶恕我们罪过 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然后,他讲到说,他怜悯我们 把我们的罪踏在脚下 又把我们的一切的罪投于深海 我们就讲到诗篇103篇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经意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所以,弥加在就他对神的认识上面 他发现神真是这样一位神 神是真正向着他的儿女,充满了怜爱,充满了怜悯 虽然犯罪,但是神乐意要赦免他的罪 赦免我们的罪 而且不仅赦免我们的罪 而且把我们的罪丢在深海里,连他自己都忘掉了 他不仅forgive,他也forget 你说,神是记忆利盈性是全宇宙最好的一位 但是他对我们的罪,他说他忘记了 神说,他有天对我们说 你犯了什么罪,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忘记了 因为他把我们的罪丢在深海里面 他像我们是这样的一位神 这个是尼加书